多年前丈夫为躲债离家 之后传来丈夫死亡的消息 阿财还不起债 没脸见人 跳海自杀了 女人再婚后 失踪的前夫却突然找到她想要复合 这该选前夫阿财 还是现在的丈夫大顺 这真是左右为难 前夫失踪后去了哪里 如今回家又有什么目的 失踪的前夫回我家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今天案件的女主人公玉霞 今年三十岁 在南方小镇上开着一家店铺 她有个可爱的女儿和体贴的丈夫 日子过得称心如意 想不到的是 一个男人的突然出现 却打破了玉霞宁静的生活 那么这个人是谁 她的出现对玉霞一家来说 又意味着什么呢 201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玉霞锁好店门准备回家 走出去没几步 一个黑影突然窜到了跟前 抓住了玉霞的胳膊 玉霞心想糟了 这是碰上打劫的了 她转身要逃 却听到来人急切地说 玉霞是我 我是阿财呀 听到阿财这个名字 玉霞一下子挣住了 她抬起头来 借着路灯灯光 打亮起男人来 只见男人满脸胡茶 形容憔悴 但相貌的确和死去的丈夫阿财 一模一样 玉霞不由得寒毛倒数 说 你 你不是早就死了吗 男人苦笑着说 玉霞 我没死 我这不是来找你和女儿吗 咱们的妞妞 该八岁了吧 听到这话 玉霞才敢确定 眼前的男人 就是曾经的丈夫阿财 女儿妞妞的父亲 可阿财八年前就过世了 怎么会突然出现了 难道说 阿财死而复活了 见玉霞一脸疑惑 阿财解释说 当年做生意 欠下了几十万外债 债主天天上门来催 一时勤急 就逃到外省去了 一来是为了避避风头 二来是想找点生意机会 赶快翻身 这些玉霞当年都是知道的 想不到自己一时备孕 做什么亏什么 为了不拖累玉霞 阿财就让父母谎称 她已经死了 现在回来是想见见玉霞 和女儿妞妞 这番话 气得玉霞火冒三丈 她指责阿财不负责任 抛弃了母女两人 并且说 自己早就改嫁了 日子过得很好 她和女儿都不需要 阿财的关心 说完 转身走了 回到家 玉霞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知是该庆幸阿财没死 还是恨她当年一走了之 抛弃母女俩 她真希望今晚的一切 都没有发生过 丈夫大顺 见玉霞脸色不好 赶紧打好洗脚水 祝福她早点休息 玉霞却告诉大顺说 阿财回来了 把大顺给吓了一跳 接着 憨头憨脑地问 那怎么办呢 玉霞说 能怎么办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呗 咱们一家三口 该怎么过 还怎么过 阿财一走就是八年 我只当他死了 玉霞嘴上说的绝情 可是心里却不断回想起 和前夫在一起的日子 那么当年前夫阿财 为什么会抛弃玉霞母女 现在重新出现在玉霞面前 目的究竟是什么 说起来 玉霞和阿财是小镇上的邻居 两人青梅竹马十分要好 长大后顺理成章结婚 生下了女儿妞妞 阿财人聪明 从朋友那儿盘了家建材店 小生意做得不错 玉霞呢 心不大 丈夫打理店铺 她就只管操持家务 照顾孩子 可阿财却一心想着多赚点钱 打算再盘两家新店 就为这两家新店 阿财是越来越忙不着家 债主呢 却越来越多找上门来 原来阿财为盘新店 资金十分紧张 不但借遍了亲戚朋友 还跑去借高利贷 之后这利滚利益钱越欠越多 最后没办法 阿财一跑了之躲了起来 当时女儿还不到一岁 那时玉霞以为 阿财一定能想到办法还债 没准十天半个月 也就回来了 谁知道阿财这一走 是杳无音信 一年后 婆婆突然告诉玉霞说 阿财还不起债 没脸见人 跳海自杀了 玉霞不信 这活不见人 死怎么也得见尸吧 婆婆再三解释 说阿财跳海的时候 被亲戚给发现了 可人没救起来不说 尸身唠了好几天 也没唠到 玉霞认为 这不过是应付外人的托词 还是一门心思 等丈夫回来 直到公婆给阿财立了墓碑 她才不得不接受 丈夫去世的事实 这丈夫没了 女儿妞又还小 今后的生活只能靠自己 玉霞强达起精神 到亲戚家的批发店帮忙 玉霞聪明勤快 批发店她做得有声有色 亲戚于是借钱给玉霞 让她也开一家 店铺开张后 玉霞就认识了 现任丈夫大顺 说来也是偶然 一次玉霞进货 搭长途汽车 大顺就坐在临坐 见玉霞一个女人家 拖着很多东西 主动帮忙 玉霞丈夫过世 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 而大顺呢 因为和前妻性格不合 几年前就离婚了 两人相互联系 很快舒适起来 大顺有一份 朝九晚五的工作 一有空就到店里 给玉霞帮忙 生活上 对玉霞和女儿妞妞 也颇为照顾 两人自然而然地 走到了一起 经过三年努力 玉霞把阿财欠下的债 慢慢给还了 卸下了包袱 她决定嫁给大顺 因为大顺忠厚善良 值得托付终身 而且啊 女儿妞妞打击士气 就喊大顺爸爸了 她已经成为 家庭的一份子 还有一个原因 玉霞不能说 那就是 大顺的眼角眉梢 颇有几分 像死去的丈夫阿财 跟大顺相处的 这几年里 让玉霞感受到了 家庭的温暖 而正是这份温暖 让玉霞对大顺 有了一份依赖 可是当两个人 想要领证结婚时 才发现 玉霞竟然还不能 嫁给大顺 这是为什么呢 阿财虽说跳了海 可直到现在 也没有捞到尸体 公安机关 没法给出死亡证明 而这没法出死亡证明 玉霞和阿财 就还是合法夫妻 一女请得两嫁 这一下子 急坏了玉霞和大顺 工作人员给支了个招 说阿财失踪超过四年了 根据法律规定 玉霞可以到 到法院申请宣告 阿财死亡 一年公告欺满之后 拿到法律文书 玉霞就可以嫁人了 玉霞照做了 等了一年之后呢 就和大顺领了证 婚后一家三口的日子 过得温馨又平静 直到当晚 阿财突然出现 然而更让玉霞和大顺 想不到的是 阿财的到来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 不小的波澜 前夫躲债 失踪多年后突然出现 找到已经在家的前妻 提出想要见见女儿 让阿财啊 以玉霞表哥的身份 来看妞妞 然而前夫真正的目的 不仅仅只是见孩子 他更想要回归家庭 这该选前夫阿财 还是现在的丈夫大顺 这真是左右为难 一个是曾经自己深爱 却抛弃自己和女儿的前夫 一个是对自己体贴入微 对女儿疼爱有加的丈夫 女人会如何选择 失踪的前夫回我家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那天之后 阿财三番五次来找玉霞 要求见女儿 玉霞是左右为难 其实玉霞不是有意刁难 不让他见女儿 只是阿财走的时候 女儿妞妞不到一岁 打击师来 一直当大顺氏父亲 这突然冒出个亲爹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更怕伤了孩子的心 只能找借口拖着 然而想不到的是 阿财很快找上门来了 一天晚上 一家三口正在看电视 突然有人来敲门 玉霞开门一看 来人竟是阿财 他气不打一处来 要把阿财往外拧 可阿财却用力抵住了门 低声下气地说 玉霞你就让我看看妞妞吧 看完我就走 丈夫大顺走了出来 一听这话全明白了 他转身回屋 把妞妞给拉到了里间 好在啊 妞妞聚精会神地看电视 什么都没听见 还抱怨大顺不让他多看会儿 玉霞赶紧塞给阿财 一张妞妞的照片 把他给支走了 阿财这一走 两人商量了半天 觉得不让阿财看孩子 也说不过去 可告诉妞妞阿财是亲爹 根本行不通 大顺想了个主意 让阿财啊 以玉霞表哥的身份 来看妞妞 玉霞把想法告诉了阿财 阿财也同意了 于是在玉霞的小店里 阿财离家七年后 第一次见到了女儿妞妞 在玉霞的招呼下 妞妞甜甜地 喊了阿财一声舅舅 阿财看到当年的小婴儿 已经长成了小学生 心里百感焦急 差点哭了出来 而玉霞看到妇女俩重逢 一阵酸楚涌上心头 她背过身来 眼泪扑速速地 直往下掉 打那以后 阿财隔三差五地 往店里跑 玉霞不乐意 说金鸥鸥也让你看了 这还跑来做什么 阿财流泪了 说玉霞 是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我知道无论做什么 都没法弥补 我就是想求你 让我多看看孩子 多陪陪她 这妞妞马上就放假了 等孩子放完假 我打算出去打工 以后啊 可能就不再回来了 玉霞的心一下子软了 好歹夫妻一场 就成全了阿财吧 于是整个假期 只要妞妞在店里 阿财不光忙前跑后 给玉霞打下手 还主动请鹰 为母妞俩煮中饭 要说这到底是骨肉亲情 妞妞很快就和阿财 这位表舅舅混得熟络起来 要是哪天没见到 妞妞就会主动问玉霞 说这舅舅怎么还没来呀 一段时间下来 每每吃着阿财煮的饭 看着阿财和女儿妞妞 有说有笑的样子 玉霞的心里就有几分恍惚 好像阿财并没有离开过 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三口 玉霞没有意识到 前夫阿财的到来 让他原本平静的家庭 变得危机四伏 而一件事情的发生 直接导致丈夫大顺 不满情绪爆发 这时玉霞才明白 自己必须在丈夫和前夫之间 做出一个选择 一天中午 丈夫大顺突然到店里来找玉霞 推开门 看到玉霞妞妞和阿财 三个人围坐在桌子前面吃饭 其乐融融的样子 转身就走 玉霞连忙追了出去 却怎么都没追上 晚上玉霞回到家里 大顺问他说 你是不是对阿财还有感情啊 玉霞沉默了 大顺说 咱俩夫妻这么多年 你怎么想的 我心里都明静一样 自打阿财回来啊 一天跟我亲热一下 都不情不愿的 说来啊 阿财到底是妞妞的亲爹 我对这孩子再好啊 也比不上亲爹亲呢 说这话的时候 大顺的神情 显得十分落寞 也让玉霞感到有些心疼 大顺叹了口气 拍了拍玉霞的肩说 你不用为难 我暂时先搬出去住 让你好好想想 等你想明白了 就做个决定 什么结果啊 我都能接受 说完 大顺回屋整理衣物 搬出去了 满上没有大顺在身边 玉霞心里空落落的 想起了这么多年 大顺对他们母女俩的好 要说让大顺走 玉霞真受不出口 可当初嫁给大顺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大顺颇有几分像阿财 现在这真身回来了 替身还需要吗 而一段时间下来 阿财也像是看出了玉霞的心思 他总是有意无意地 和玉霞说起两人青梅竹马的时光 说如果不是造化弄人 他和玉霞妞妞 会是非常幸福的一家人 这些话每句都能说到玉霞心里去 玉霞这个时候才明白 自己对前夫阿财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在一家三口团聚的时刻 丈夫大顺成了最多余的那个人 可是当玉霞想要向大顺表明心意的时候 大顺的一句问话 竟然一语惊醒梦中人 让玉霞醒到 前夫阿财的归来 并不是那么简单 三天以后 玉霞打电话叫大顺回家吃饭 饭桌上 大顺看到玉霞欲言又止的样子 一下子明白了 他流着泪说 玉霞呀 我尊重你的决定 只要你和妞妞过得好 我愿意退出 成全你们 可有一件事 我还是想提醒你 阿财当年明明没死 为什么要让家人骗你 他已经死了呢 只是为了躲债嘛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又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这些年 他到底是怎么过的 事情也许没有 他说的那么简单 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你一定得先弄个明白 大顺的话 朴素又实在 玉霞感动之余 也觉得有必要 把阿财当年离家的原因 弄个清楚明白 回去之后 他没把大顺主动 退出的事告诉阿财 却多次有意无意地 询问阿财当年的情况 阿财总是闪闪躲躲 不肯多说 这让玉霞翻起了嘀咕 没多久 玉霞还发现 阿财的手机 总是有意调成静音模式 有时候 手机来电闪了半天 阿财却不接电话 玉霞问他为什么不接 阿财就白白手说 都是些垃圾电话 不是推销房子 就是贷款 有什么好接的 这让玉霞隐约觉得 有些不对 有一天 阿财到门口小店买烟 没穿外套 手机就放在口袋里 玉霞悄悄拿出手机 发现有一个未接来电 居然呼叫了 阿财十多次 玉霞赶紧把这个号码 给寄了下来 当天晚上一回家 就拨通了电话 电话一通 玉霞谎称 是阿财的姐姐 接电话的是个女人 一听就激动了起来 一定要让玉霞给她做主 让阿财赶紧回家去 女人说 她叫小蝶 是阿财的妻子 俩人还有个五岁的儿子 玉霞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为了解真相 玉霞和女人相约见了面 女人发现前夫回来找她 目的并不单纯 一个电话暴露前夫真正目的 想骗玉霞的血汗前 供她赌博挥霍 得知真相后 女人能否摆脱前夫的纠缠 阿财已经被警察给带走了 她的前夫死而复生 她和前夫的婚姻是否还有效 经历波折 她的丈夫是否还会回到她身边 失踪的前夫回我家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在咖啡馆里 女人小蝶带着一个小男孩来了 这孩子长得跟阿财是一模一样 不用说就是阿财的儿子 小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控诉阿财的勃情 玉霞这才恍然大悟 阿财的出走和归来果然另有隐情 原来当年阿财开的建台店赚了点钱 也让她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 就在妞妞出生后没多久 阿财到临时出差 认识了在夜总会工作的小蝶 一下子就被小蝶的艳丽妩媚给迷住了 小蝶好赌 为博小蝶欢心 阿财就陪小蝶一起赌 开始几次阿财运气特别好 赢了不少钱 之后这赌注是越下越大 很快就学本无归了 阿财不甘心 借钱也想要翻本 想不到赌债越欠越多 连债主都找上门来了 阿财就骗玉霞说 他是为了盘两家新店 跟亲戚朋友筹了些钱 很快就能还上 可这赌债越欠越多不说 小蝶还怀孕了 没办法 阿财就带着小蝶逃到外省去了 阿财问父母要了点钱 开始做起了小生意 仅存了一点良知 让阿财觉得对不起妻女 于是让母亲告诉玉霞她死了 为的是让玉霞死了心 不拖累她 可阿财很快就发现 小生意赚的钱 根本不够小蝶赌的 于是两人就开启赌局 抽头余力 几年下来 阿财对小蝶的激情 也早被柴米油盐磨灭了 阿财厌倦了小蝶 又得知玉霞开了家店 生意做得很不错 索性一走了之 回了家乡 得知这一切 玉霞直恨得牙根痒痒 阿财当年逃走 是因为夜总会的服务员小蝶 怀了他的孩子 外加一屁股赌债 现在回来 不是为了和母女俩团圆 而是居心叵测地 想骗玉霞的血汗钱 供他赌博挥霍 听了小蝶的哭诉 玉霞气得咬牙切齿 玉霞来不及跟小蝶多说什么 急匆匆地往家干 他将要找阿财问个明白 可是令玉霞没有想到的是 阿财竟然被警察 带走了 原来阿财和小蝶 设赌局被人揭发举报 警察费了不少周折 终于找到了阿财 而就在同一天 小蝶也被抓获归案 这死了八年的丈夫阿财复活了 找上门来 可到头来却发现 阿财当年抛妻弃女 是喜心厌旧 还欠了一屁股的赌债 这荒唐狗血的事情 可坑苦了玉霞 让他自觉无脸再见 丈夫大顺 想不到的是 宽厚善良的大顺 很快就回了家 不但没有责怪玉霞 还发誓要一辈子 好好对玉霞和女儿妞妞 不过两人都有个疑问 当年玉霞向法院宣告阿财死亡 可阿财直到现在 还活得好好的 那么玉霞和大顺的婚姻 还作数吗 为此他们走进了律师事务所 对此事进行了咨询 那么律师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这就涉及到了 今天的法律知识点 被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后 原婚姻关系的恢复问题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 什么是宣告死亡 宣告死亡是指 自然人离开住所 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 经历害关系人申请 由人民法院宣告 其死亡的法律制度 民法总则第46条规定 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历害关系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 该自然人死亡 一 下落不明满四年 第48条规定 被宣告死亡的人 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 作出之日 视为其死亡的日期 由此可见 阿财下落不明超过四年 玉霞向法院宣告阿财死亡 从法院判决作出的那天起 阿财在法律意义上 就已经死亡了 可是现在已经被宣告 死亡的阿财又回来了 玉霞和阿财的婚姻关系 会自行恢复吗 民法总则第51条规定 被宣告死亡的人的婚姻关系 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 死亡宣告被撤销的 婚姻关系自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 自行恢复 但是其配偶再婚 或者向婚姻登记机关书面声明 不愿意恢复的除外 意思是说配偶一方被宣告死亡的 婚姻关系就消灭了 如果被宣告死亡的人并没有死 他的配偶也没有再婚嫁 那么两人的婚姻关系可以自行恢复 前提是要到法院去撤销死亡宣告 可如果被宣告死亡的人并没有死 他的配偶已经再婚了 那么婚姻关系就不能自行恢复 回到本案中 法院做出宣告死亡的判决当天 阿财在法律意义上就认定为死亡了 按照法律规定 玉霞和阿财的婚姻关系 在死亡宣告之日归于消灭了 之后他和大顺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婚姻当然是合法有效的 即使阿财重新出现 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听到律师给出的答案 两人走钻石放下心来 经过了这一波三折 玉霞终于明白了大顺的可贵 打那以后 玉霞再也不把大顺当作阿财的替身 而是值得相濡以沫一辈子的爱人 而半年之后 阿财和小蝶因犯聚众赌博罪 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观众朋友 贪欲就像磨合 一旦打开就可能吞噬所有 阿财原本有个贤惠的妻子 可爱的女儿 可他不知珍惜 不知足 因为沉迷于女色和赌博 令他中断了事业 失去了家庭 遗憾的是 阿财并不是悔改 甚至不惜利用玉霞的感情 打着复合的幌子 想从玉霞身上捞上一笔 重新翻本 殊不知赌上一把 书面总比赢面来得更大 赌博如此 人生也是如此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服务号 再见 女子为了报复女同事 让自己的男友做荒唐事 追上苏薇薇 再甩了她 不料男友爱上那位女同事 女子一气之下 做出疯狂举动 苏薇薇的裸照上了网 陷害苏薇薇的人另有其人 而这个人就是小娇 小娇费尽心思 报复女同事苏薇薇到底有何言情 最终她会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 女友逼我追同事明日播出